对于演员来说 总是会想尽办法试着突破自己 希望能出演各种正反派角色来让观众眼前一亮 只是突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少演员都因为突然变换形象 而使得观众嫌弃 甚至还有人会恶语相像 风险可谓相当大 不过 也有凭实力完美塑造起新形象的优秀演员 而且还会因为崭新的面貌 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接下来要介绍的女艺人楚轩 便是其中一个 虽然她时常在八点当出演苦情侣 但现实生活中依然对婚姻有很大的憧憬 并表示从小唯一期盼的 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嫌弃良母 不过她向来低调 鲜少对外透露私人感情 直到前不久接受专访 才坦言已和长跑九年的圈外男友分手 并直言不是不愿意说 而是因为根本没人问 自己也觉得那是私人的事 所以并不值得被人关注 她还表示随着年纪渐长 认为如果彼此的价值观无法达成一致 宁可选择单身 因此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而结束多年感情后 她还曾去做了动篮手术 一口气取出了二十颗篮子 虽然被吓一跳 但医生却大赞她身体健康 原本以为只是小手术 没想到动完手术之后 她痛到必须九十度弯腰 几乎无法行走 休息了一个多礼拜才恢复正常 而且变得很感性也很爱哭 但刚好都对演戏很有帮助 还笑说现在一遇到难过的戏 就会哭到停不下来 甚至哭到导演要她适时把眼泪收回去 楚萱秀丽的脸庞 配上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再加上白皙的肌肤 以及娇好的身材 让不少男性同胞都疯狂展开追逐 也有很多企业家 藉由找她拍广告的名义 趁机接近 但她都不为所动 笑说只要感觉对了 经济条件完全不是重点 外形出众的楚萱 不仅时装具时尚俏丽 古装扮相 更让网友直夸她是这么一枚 早前在她饰演过的剧里 也有不少高富帅的男主角 被她迷倒的情节 不过她饰演的角色 最后往往放弃高富帅 选择穷小子 而她也直言 这种爱情观念 可以延续到戏外 自己从没要求 另一半必须是高富帅 虽然很多女艺人 一心想嫁入豪门 但这却不是楚萱的终极目标 不择手段 盘上高知 也与她的直爽性格相悖 同时 她还豪气地表示 感觉最重要 自己有经济能力 不需要依靠别人 此外 常在剧中 饰演豪门千金的她 私底下 却因为从小 与家人分隔三地 对家庭十分渴望 非常向往能找到一个24小时 可以黏着她 心疼她的男友 进而一起组建起 甜蜜的小家庭 谈及演艺圈中 恩爱有加的艺人 她先是献上祝福 随后也直言很羡慕他们 能找到一个真心的人 共度下半身 她可以说是一个 婚姻里的完美主义者 说到自己憧憬爱情的程度 她甚至放言 只要看对眼 乞丐也愿意嫁 还表示不排斥圈内人 并幻想以后要生很多小孩 组成棒球队 培养未来的王健明 在说完这番话的当下 她还为自己的贪心 而大笑不已 只是风光如她 当年也有过不堪的人生经历 前段时间 现身媒体查续的时候 她曾聊到刚出道时 有位知名导演的老婆 热心的要介绍男生给自己 起初本来以为是要帮忙找男友 想不到疑问才知道 男方是四十多岁的立委 而且早有家事 刚得知真相时 她受惊不小 也会感到很奇怪 因为这个导演非常有名 没想到太太竟然会做这种事 后来她完全不敢再跟对方联络 不止如此 她还遇过女演员说要介绍富二代 强调只要到台南跟一群富二代吃饭 就可以收到红包 她立刻表明自己不赚这种红包 也不想吃这种饭 更自嘲吃剧组的便当就好了 认为如果答应了 就会永远被贴上不良女人的标签 让她直呼后果实在太恐怖 事实上 女明星被潜规则的传闻层出不穷 八点档女星陈佩奇也曾透露 遇过一名网友私讯开价 半游三天十万 意思就是要保养 一度让她哭笑不得 她还忍不住开玩笑的嫌弃 价钱太低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名网友 以为自己正在跟陈佩奇交往 每天都会向她报备行程 就像女朋友一样对待 让她看了超傻眼 直接分锁处理 不止对于爱情有独特的想法 楚轩在事业中也有着自己的坚持 她认为身为一个演员 就是要把戏演好 而为了提升演技 私底下她会去观摩别人的表演 并吸收各种知识 充实自己 当有好剧本上门时 她就可以通过平时的自我信念 将角色完全掌握 绝不会愧对演员这两个字 也不会辜负喜爱她的影迷 还直说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不过 这可苦了经纪公司 经纪人曾表示她过于内敛 所以鲜少在活动与综艺节目上现身 还戏称她是最伤脑筋的艺人 说她一直以来的想法 就是乖乖的把戏演好 哪怕在新人时期月薪 只有台币三万元也没关系 而且若是钱赚得多一点 就会把钱花在家人身上 好让家人过得更轻松 所以凡是皆把家人摆在第一顺位的她 还是演艺圈出了名的校女 从一多年 虽然身处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中 但楚轩仍保有如刚出道时的清纯气质 而且拍戏在辛苦 脸上依旧堆满笑容 十分敬业又和善的态度 也让她人缘极佳 个人兴趣中 除了热爱音乐和美食 她还很享受旅游与生活 尤其对韩国情有独钟 很喜欢吃泡菜 人参鸡汤 食锅拌饭等食物 再加上她本身的气质 犹如韩国女星般清爽可人 所以在韩国也有不少的影迷 这一度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近几年 她也一直在积极学习韩语 还说未来若有机会与韩星同台 一定会展现出自己的语言能力 如此用心又认真的她 也因此被视为台湾最有潜力的戏剧女星 但楚旋曾经也聊到做演员很尴尬的话题 据她所说 虽然在戏前会跟对手沟通清楚 但是在实际演戏的时候 由于双方紧张 会偶尔导致拍摄尺度过界 她还感触颇多的说特别是吻戏 由于大家之前不是很熟悉 男女演员刚接触不久就要拍摄吻戏 这个尺度非常不好把握 早前她就曾因为吻戏而被喊卡30次 而且有时候吻的次数多了 还必须要涂润滑膏 更无奈地说做演员其实挺尴尬 很不容易 现如今 楚旋在经历过各种坎坷之后 虽然依旧单身 却在事业中奋斗得分身水起 但绯闻却也随之而来 这次在黄金岁月中 她与男友张哲豪联手对抗恶魔哥哥 也就是王灿 而王灿则时常不满楚旋 常常破坏她的好事 彼此便互相看不顺眼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两人戏服不约而同穿得很相近 除了同事穿大地色西装外套 有一场两人还同时都穿深蓝色系 一个是深蓝色西装套装 一个则是深蓝色西装外套搭牛仔裤 默契好到让楚旋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写到 最近很常无意间穿情侣装 难道这才是真爱 而看到她的喊话 也惹来不少网友留言 直呼一定要在一起 但楚旋自知这是玩笑 所以并未回应 近日明示八点当 市井豪们剧情夜演夜烈 剧中陈仙梅跟吴浩生得知 小三眉楚旋竟然涉局 想下要陷害陈仙梅 制造她跟倪七明的绯闻 所以两人将计就计 引蛇出洞 另一组是严晓云收到跟牛郎的不雅照 请赖千和陪她到深山汽湿 起料双双摔落山谷 吴浩生剧中坠崖后失去当软太久的记忆 原来是为了抓到楚旋 王凯 倪七明的恶行恶状 假装失忆先做回李友志 其中有一幕是吴浩生痛打楚旋 对于人生第一次赏甩女人巴掌 他坦言要打楚旋相当难受 我竟然要打女人 而且还是打我女儿的钱吗 楚旋则说 这是第一次被李友志打巴掌 没想到因为太入戏 跟吴浩生过招的时候 自己没控制好力道 结果不小心拉伤 下戏后到医院打了二针肌肉松弛剂 自嘲是打架专门护理的弱鸡受伤组 不过演出坏女人角色 对她来说真的很不容易 却也认为非常过瘾 其实演艺圈中的女艺人 处境一直都处于弱势一方 不但会经常被迫与男艺人传出绯闻 甚至还有很多心怀不轨的男人 会将主意打到他们的身上 身为旁观者 只能希望艺人们能以身作则 共同建立起和谐的演艺圈 也希望像楚萱这样的女艺人 在打拼事业和追求爱情的同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被骗 早日找到心中的如意郎君